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跳望壯阔的海洋 沉浸在大自然美景的 张前忠和曾美华 他们在花莲海边 经营着自己所建造的民宿 时常带着女儿孙子 在这里享受田园之乐 除了种植这些水果之外 还有一些木头创作 我在当中非常非常的喜乐 是我过去 不管赚多少钱 那种没有办法比拟的喜乐 然而看起来和乐的家庭 却也曾经历不堪回首的过往 原是汽车业务的庄前中 顶着百万销售夹击的光环 因着喝酒应酬 逐渐沉沦于酒精的快感 而无法自拔 而酒后的失态 也让太太与女儿 笼罩于无形的压力之中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在我们过去的节目当中 有一些来宾曾经分享过 他们过去因为有酒饮的问题 是怎么样去对抗 挣扎的一个生命历程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这位来宾 也一样过去有过一段酗酒的岁月 因为喝酒的关系 美满幸福的家庭差点要破碎了 甚至工作上也面临到 很大的困难跟挑战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的生命故事 欢迎钱钟哥你好 你好 梅花姐你好 你好 所以钱钟哥过去喝酒 喝了酒之后 每个人喝完酒之后 状况不大一样 有些人就睡觉了 有些人比较会闹 那你以前喝完酒之后会怎么样呢 喝完酒非常的嗨 然后会一拖接一拖下去 然后会有比较肢体上的 也会有 也会有 看那个时候的情绪怎么样 就是整个人进不下来的状况 是 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我大概是在18岁开始 我在海军分发第一条船那时候 那时候开始喝酒 开始接触酒 18岁那一年 尤其是生日那一天 那是我第一次的喝醉 严重的喝醉 生日喝了大概有三瓶高粱 三瓶高粱 对 连醉了三天下不了床 哇 下不了床 非常痛苦 完完全全没办法下床 那在换到第二条船上的时候 我也是因为喝酒 在外面喝酒 营区外喝酒 跟临桌起了增值 然后就彼此的泄斗 也造成自己身上的一些创伤 是什么样原因开始会想要喝酒 或开始接触 其实是在舰体上 靠了岸没什么事 也非常乏味 然后就到福利社就去 开始跟船上的同事一起喝酒 一开始一点点嘛 对 刚开始是一点点 就同袍之间大家互动 然后彼此培养感情的一种男生的方法 对 没错 你也不能到外面去嘛 在营区里面 就开始养成那个习惯了 所以当兵的时候 是 所以美花姐你认识先生的时候 知道他喝酒 不知道 不知道 对 对 对 不知道他喝酒 那时候他是在海军服役 那我本身是在海军的艺术工作队 对 所以是在南沙认识的 那当时碰到 医工队应该也都到各个地方去表演嘛 对 然后到南沙应该也不会待太久就离开了 不会待太久 对 就是回来 可是他就是很厉害 他就很厉害 他很厉害 他就知道电话 他会一直来打电话 然后他会每一天都会写信送东西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第一次的铺面跟接触 没有多长时间的相处吗 没有 对 怎么对这个女生这么有印象 那时候他们来了大概有三十几位 然后看到太太非常的感觉上很乐观的一个女生 所以在我们都会 他们表演完以后我们就会跟他们一起跳舞 那个时候认识她的 她来到我们岛上大概七天 七天后离开 我自己也是负责通信的 所以我很能够掌握她的行踪 知道他们现在又到哪边去了 对 是 难怪都能够想办法联络得上 联系得上 对 所以一刚开始感觉起来 秦温哥就还满积极的了 非常 非常 那你自己对这个男生有特别印象 或者什么样特别感觉吗 其实我一直在躲她 一直在躲她 因为我对男生的这种情感问题 其实我一直很拒绝 很拒绝啊 对 因为家中都是女生 又是客家人 对 那父亲因为生长嘛 所以我们都很自我的管理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我们家几个女孩子 六个 六个啊 没有男生 那你是拍她吗 那你那时候是一刚开始 是没有打算要接受水粉感情的吗 没有打算 后来怎么有出现变化了 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一个军官 其实我都是拒绝的 那是因为我的先生那个时候 的确他的乐观 他的积极态度 非常非常的跟一般人不一样 他追求者当中他最积极 他最积极 其他的我只要拒绝 其实他们都会打退堂鼓 可是只有他你怎么拒绝 他还是往前冲 打死不对 打死不对 对 就没有办法 而且他真的对你下来很多功夫 因为父亲是身杖嘛 那我们都是女生 所以他来可能有时候修修马桶啊 修修快叫的灯泡 有没有 对 比较粗活 他都愿意干 所以你们自己家里在哪边 中壢 在中壢 对 那时候还在部队服役 是定点吗 还是也是到处跑 对 到处跑 到处跑 对 坏了好几个单位 等于你放假的时候 不管人在哪里 你都会去中壢 对 是 所以那时候爸爸妈妈看到这个男生 应该 其实那时候 我有交往一个还不错的客家人 可是爸爸妈妈认为说 这个男生啊 好积极 而且蛮孝顺的 因为他也会去买菜 还会煮菜 印象很不错 非常不错 对 你们家里小时候也很辛苦 很辛苦的 对啊 是大概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因为我们都是女生 那父母亲 爸爸是身杖者 爸爸是哪方面的 他是织 脚 脚 对对对 所以我们都是在菜市场 都是做小生意的嘛 所以我们小时候 不管是养猪啊 你说到外地去 外面去收一些人家不要的东西啊 其实我们是很积极的 对 印象中有 有 比较深刻的就是那种物质匮乏 让你觉得 很 基本上啊 我觉得我的父亲很棒 他从来没有让我们觉得物质匮乏 他非常的乐观 挺快乐的 所以爸爸虽然身体上有些不方便 对 可是感觉起来对家庭啊 对你们的照顾什么 其实也都很看重 非常看重 然后母亲非常勤俭 所以父母亲感情也很好 非常好 基本上没有吵架 所以你对于婚姻啊 夫妻之间的相处 其实看到爸妈的相处 是有一个想象的 有 应该就是 我们讲以和为贵嘛 赵美华的相处 是有一个相处的相处 是有一个相处的相处 是有一个相处 是业务高手 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当然 所以他们后来也拥有自己的房子 而且房子是越买越大 越车子越开越好 所以那当然要拥有这样的生活 品质 夫妻是必须要同时工作的 那可是也在这个同时工作当中 可能彼此之间的疏离感 还有工作所带来的压力 以及这个亲子教养之间的冲突 那虽然就会不断的累积 虽然或许彼此之间有很多的爱意 但是这些冲突 当逐渐的加深的时候 那个伤害 那个裂痕 那个彼此之间的围墙也越组越高了 他们的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们不会彼此称赞 明明他们心里 都是非常爱对方的 明明他们心里都是 认为对方 他们就是都没有看到对方的优点 但是又非常的爱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奇怪 非常的爱 非常的双方都离不开 但是呢就是这个问题 到前两天他们还在吵 就是说你没有称赞我就算了 他就说我几十年你也没称赞过我 就两夫妻还是这样子 但事实上他们心里面 其实是蛮认同对方的 所以其实刚结婚的时候 还好吗 进入一个新的状态新的家庭 也是需要适应吗 其实刚结婚还蛮好 大家都是同心合一 目标一致 觉得说应该要有房 应该要怎么样的努力工作 为下一代 那因为很快就有怀孕 很快就有孩子 老大是女儿 是女儿 所以有很好的一个目标 就是往前冲 那时候工作状况也都很好 都那时候的庄哥 可能就是转职上面产生的一些状态 转换的跑道 原来还是在军队里 是不是 所以后来是下部 79年我就退役了 退役我到了汽车公司上班 做业务员 业务员 那个时候我有房贷的压力 又有小朋友刚出来两岁左右 所以我就很积极很努力的 在工作上面非常地认真 如同我追我太太一样 想多赚一点 非常认真 我很拼命地赚 这个努力地去拜访客人 所以我在那个业务员 大概十年的生涯当中 我大概都名列前茅 业绩很好 很好 然后我的那个薪资也都非常地好 我们生活富裕了 可是我们的 里面的生命就不太对劲了 那个时候开始 开始接触更凶了 接触久 业务要常交接应酬需要吗 我起初以为是需要 结果到后面 我自己的评估 要是自己需要 就是业务员彼此之间 为了要就是解除那个压力 解压 所以我们都会群聚在一起 跟着主管一块 就是饮酒做乐 所以收入好了 有孩子有房子有车子 太太也很好 感觉起来就觉得很成就感 是 所以那个 也有那个大男人主义出来了 在家里面就比较能够 说话大声 叫孩子 叫太太要做什么 做什么的配合 因为业绩好嘛 就是掌控着钱财 家里钱财都是我在管控着 不是太太管啊 不是 是我在管的 美花姐也上班吗 我有上班 我的薪水也是要交给她的 而且要连同我的明细表 都要给她看 要管到这么细 对 所以这是反映某种程度的需要掌握 因为背后需要安全感 你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感 是因为这样吗 因为我觉得自己过得蛮辛苦的 那个房子越换越大 压力也越来越重 那个贷款压力是 每个月都五六万 所以一方面收入成长 一方面还是觉得自己很辛苦 对 也追求 一直不断追求物欲 所以喝酒变成你一种 疏压的方式 是 我自己喜欢炒菜 所以家里的菜都是 三餐都是我在料理 晚上 尤其是晚上 我自己都会边炒菜 边备一瓶酒在旁边 边炒 边喝 已经养成这样的习惯 所以如果没有喝酒 我好像炒不出菜来了 这样子听起来 不是说只是在外面 有朋友的时候喝 在家里也喝 我一个人就可以喝 一个人的时候就喝 所以美花姐 你那时候有注意到 这是个问题了吗 其实第一次她喝醉 我吓一跳 就是在我怀我老大的时候 那时候她去接我 因为我去上日语课 就她那次喝醉的时候 我只想说她喝醉了怎么办 我不会开车 那时候我不会开车 我就打电话给我婆婆 结果她就有点一顿发脾气 就说是谁打给我妈妈的 谁 很凶 我就想说奇怪 这个跟我认识的男人 不一样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有点 觉得说我是不是嫁错人了 就那第一次 那到后来她讲的那个状态 那一次很严重是 她有时候回来 她是会摔东西 有一次很严重 她把我的婆婆推倒 甚至连对自己的妈妈都会 对 她推倒 我觉得她像魔鬼 所以她清醒我都会告诉她说 你知道吗 你清醒的时候是一个天使 可是你喝醉的时候跟魔鬼没有两样 你这样跟她讲她会有什么反应吗 她会不高兴 她会不高兴 我只要开口她就 你给我闭嘴 她那样子是判若两人 跟我认识那个 跟我之前认识那个人是差十万八千里的 一方面她有喝酒问题 二方面她对你的掌控好像就是很严 非常严 对 基本上我也上班 所以她希望我四点半就要回家 把我的女儿接回家 我就必须要回家 对 很为难我 不然她会对你怎么样 情绪上面 她会发脾气 她会生气 然后会让我觉得很怕 我非常非常怕她 是 所以在那个阶段你的夫妻关系 看到这个先生你是会很害怕的 会很害怕 我非常怕她 对 那在那个阶段 晴雄哥你对太太 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有意识到太太是怕你吗 还是你很享受喜欢她怕她 我反而觉得是 她什么事情都跟我作对 凡事都跟我作对 我觉得她 我们两个没有同心合一 因为我觉得她有一些事情 都是在隐瞒我 我个人觉得 比如说钱财 并没有完全透明 交出来 然后等她一起为这个家的贷款 来去付出 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子 你觉得她可能自己有藏私房间 对 没错 那她在你不喝酒清闲的时候 跟你讲的那些话 你也都不以为意 对 我反而会责怪她 她的 她为什么那么不配合 我有同一个方向 所以美花姐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受 那个心里头 所以有一阵子其实 我不晓得说我生病了 我是回家 因为有时候 家里也有一些状态 我不需要处理 所以有一次坐火车 我竟然想要跳车 可是在那个阶段 你会想要离开这段婚姻吗 其实如果以我本人 马上跳出来的想法会 因为太可怕了 但是因为父母亲 其实我们在从小 看到爸爸妈妈相处 就是妈妈很顺服 因此我也觉得 或许我顺服 我等待 有一天她一定会回头 所以家和万事兴 是我一直磕漏在我心板上 就是觉得这句话 惦记了我不会想跟她离婚 就是忍耐 那当时是只有一个孩子吗 对 那时候起初是 对… 后来隔了四年 我又生了老二 是… 那有的时候 家里头夫妻之间 发生争执 或是不愉快的气氛 其实孩子也都会看到 看得到 对 因为爸爸很凶 所以妈妈心里头 在这上面也会有一点压力 是很大的 不是只有一点点 对 因为那时候我恐慌症 对 蛮可怕的 其实我不太会用心 去带孩子 陪伴孩子 我可能就比较表面 比较表面 表面的要求 看起来像是父亲的话 就是带他们出去旅游 只不过说 我带他们出去旅游 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喝酒而已 我也没有心思 去跟他们聊一些内心的话 工作优异的表现 工作优异的表现 撞前中由科长高升至经理 而为了要创造出更好的业绩 应酬不断 只是酒过三巡后 回到家里 却是妻女 面临她失控情绪的开始 她因为喝醉酒 然后动手 对 然后妈妈保护我们 这样子 可是她不是真的打我们 她就拿东西丢我们这样 然后她事后 她自己也觉得很懊恼 然后还把家里那个 木门踢破 就踢到自己大拇指去封针 所以她 其实她以前个性 就是蛮暴力的那种 美华就是每天她就活在恐惧里面 每天 都不知道她回来的时候是几点 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有时候苦到不行 我记得有一次她离家出走一个月 然后就住到我家 因为那几十年来就是 钱钟也很清楚知道 美华很传统 她也没什么朋友 所以离家出走她也不大会去找 因为她知道她怎么跑 也是跑我家 对 或者是有时候心情不好 就是没办法带小孩 就把小孩就带来我家 让我照顾 而庄钱钟酗酗酒的行为 也给女儿带来负面的影响 后来我也是被她 只是会觉得说 喝酒没有什么不好 然后我反而一直给自己找借口 就是说女儿 女生反而可能要会喝酒一点 以后可能才不会被欺负之类的 所以那时候我满18岁那一天 我妈应该是最痛苦 因为爸爸也出去喝酒 然后我妈打给我 她说你怎么还没回来 然后我就说我满18了 我今天要庆祝喝酒 这样子 然后我妈打给我爸 我爸就说 女儿都在外面喝了 爸爸当然在外面喝啊 我妈那一天 她其实蛮崩溃的 就是爸爸女儿都要出去喝酒 这样 刚才美华姐妳有讲 其实孩子都看在眼里 甚至后来女儿的管教 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后 是 女儿怎么了后来 女儿后来青春期嘛 所以开始很叛逆 也就是你跟她说话 她基本上是不理你的 甚至于她半夜 她会跑出去喝酒 她也喝酒 对 女孩子 才多大年纪 国中 非常可怕 是因为看到爸爸这样 对 爸爸有发现女儿有这些 比较失控的行为了吗 有 知道了以后 我还做一些防堵的措施 甚至晚上睡觉 我睡到那个门口 不让她出门 不让她出门 对 那她有办法溜得出去吗 你都已经做到这样子了 听说后来 她现在长大才跟我讲 她也是有溜出去 还是有办法嘛 对 可是妈妈看了很着急 着急 那只是那个状态 其实变得就是 她比较不把家人 放在她的心里 对 她比较在乎她同侪 那你对她管教会是一个怎么样 我比较严格 你比较严格 对 我都会去载她 等于说她下课 我会先去堵她 不让别人去载她 然后我都会先去门口等她 对 那爸爸平常在没有喝酒 清醒的状况之下 是一个怎么样的管教态度 其实我不太会用心去带孩子 陪伴孩子 我可能就比较表面的 比较表面的要求 那 比较能够是 看起来像是父亲的话 就是带他们出去旅游 这一点我倒是做得还OK 只不过说 我带他们出去旅游 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喝酒而已 我也没有心思去跟他们聊一些内心的话 这些我都说不出来 我根本就不懂她心里想什么 她对我是有一个距离的 有距离感 对 所以你好像也有点无可奈何 无可奈何 对啊 真的是有点无可奈何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 就开始有恐慌症了 就是有一次我回去娘家处理事情 回中壢 对 回中壢 那结果我在车上 就因为车上有两个人很吵杂 就讲话好大声 我就开始想 我应该跳车 不然的话 我觉得我的呼吸快要 没有办法 后来我就想 不对劲我怎么会这样呢 我就回去花莲 去找了大医院去检查 她说你这叫恐慌症 对 压力过大 我才开始正视我自己的身体 然后我才寻求说 我不可以让我自己的状态 是这样恶化下去的 那陈庸哥你也就一点都没有发现 太太的压力跟她精神情绪上面的状况 没有 我觉得 那时候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她自己很 蛮坚强的 一切都蛮OK的 所以我没有 从来没有想过 从来都没想过 没有 很辛苦耶 所以那时候是有治疗 吃药还是怎么样吗 有 我有吃药 可是我问医生一个问题 我会不会随时死掉 所以她不然做了一些心电图 她说你放心好了 你不会随时死掉 对 我就比较放心 可是这也代表你有很多的 担心跟恐惧在里面 会 有孩子还小 对 但有没有去想到说这压力 一直闷在心里头不是办法 还是得要找一个可以说可以抒发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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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感谢就是有一个同事 他那时候就邀我到教会 你怎么就愿意去呢 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已经 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连我这么乐观的人都已经走投无路 我真不晓得我往哪里走 第一次进去有什么特别感觉 那时候唱诗歌一直哭 莫名其妙那个鼻涕 眼泪 为什么会一直流这样 就觉得怎么那么神奇啊 去了以后就持续的 只要有时间我就去 有什么感觉到 因为去了教会有开始不一样吗 应该说有很多的爱你的家人 很多跟你禁欲或许相同 可是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快乐 可是他们怎么可以婚姻 会变得不一样 所以我就很认真 非常认真就读圣经 比较把自己的情绪越来越稳定 情绪越来越稳定 对 所以后来恐慌症的状况 没有了 就自己就没有了 没有了 可是还是有先生的问题需要去面对 对 还是有 你有邀请他去教会吗 当中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 所以情绪哥 你对于太太去的教会 你那时候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她不在家里爱着我 我觉得很高兴 她很高兴 不然她会念东念西的 我其实假日 尤其是邀我去主日 我们假日在公司来讲 是最忙碌的时候 我要去办一些展示活动 所以我都拒绝了 不过你那段时间也应该开始 就为先生祷告了吗 有 常常祷告 常常祷告 对 常常祷告 常常跟我的姐妹讲说 我觉得我先生 不要有这份工作会比较好 对 我就说 那我们这样 可不可以帮我 为我的先生 不要有这份工作来祷告 然后就有我们的姐妹说 哪有这种神经病 你现在没工作 你就没饭吃了 因为你也没在上班了 因为十几年 我就把工作放下 就是在教会 在教 对 就这样子 我就说 希望他不要有这份工作 为什么觉得这个工作 你宁可先生不要 是因为这个工作 会让他一直喝酒吗 对 一直喝酒 好可怕 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应该不知道 太太有问你 不要有工作祷告吧 事后知道 如果当下知道 应该说 这是什么祷告 我应该会很生气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工作 就是还不错 那个业务 汽车 大概2009 1011 那我那个业绩开始直线的下降 下降的很快 那一则是这个外部的环境 第二呢是自己的酒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了 不能没有酒了 每一天而且喝了 一喝再喝 喝到清晨 喝到清晨 对 喝到清晨 那几乎是眼睛一睁开 没有多久就开始想着要喝酒了 没有 我白天是不喝酒 但只要入夜了 像狼人一样 一到入夜就狼毫了 去找酒 喝到隔天早上 然后再去上班 这样子对工作有很多印象 对 精神不济 业绩怎么可能好起来 而且浑身都久气的 面对客人 是 然后有一些需要去训练的装备课 在我都没有去参与了 慢慢就越来越 你这一行越来越深疏了 然后就是按着一些传统 在带饼而已 就带着业务 那个时候是主管职了 在主管职 那一直到了2012年 在一次人事调整当中 那老板跟我说 我可能要降到课长 那那个时候我自己 情绪就来了 我在很短的一个钟头之内 我就决定我不要干了 我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 打电话给我太太 我要把东西都给搬回家了 那时候刚好家里正在小组 我在中午的时候就回到家 曾美华在信仰里得到安慰 并且积极参与教会的施工 在这些活动中 她长期内心累积的痛苦 有了抒发 我觉得美华因为来到教会 信仰的生活 神就是光 那神就是爱 然后神的话有力量 所以我觉得说 她在这当中 就很多的一个得着 那她从被服侍 然后起来服侍人 后来成为小组长 然后慢慢的有分子 所以成为区长 我觉得 我觉得服侍就是帮助我们 可以更亲近神 然后也透过别人的问题 有时候成为我们自己的反思 所以我觉得 那个生命就是一个活水 所以我觉得神 常常要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 我们也就会看见自己的问题 我看到美华真的是 很大的一个成长 她常常去光怀一些 不管是患忧郁症 或者是一些家庭需要帮助的一些 我在想 我在想说 以前的这个世界是教导我们说 我们要向成功的人看起 我们要跟快乐的人在一起 怎么她每天都去陪这个忧郁症 或者一些有失婚的 就是一些需要光怀的 而且她每天充满动力 然后很开心 就在服侍人的时候 她非常的开心 我就在想 这是什么力量 怎么不会被人家拖垮 所以我就会去慢慢的 我就会被她影响 就去了解这个信仰 庄前中想戒酒 却没有坚强的意志力 来抵挡酒精的诱惑 看着太太在教会的转变 让她对基督信仰有了盼望 酗酒到一个地步 是会害自己而已 还要害自己的家庭 害自己未来的前途 但是她已经无能为力去抵制她了 她有多次想要戒酒 可是都戒了一段时间 又死灰复燃 而且好像 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是越来越严重的样子 那直到她进到教会的时候 那差不多经过了一年左右 那她在上一个圣经课程的时候 她跟我还有跟牧师提到她想要戒酒 那我们就为她祷告 很奇妙的她一个礼拜之后把酒就戒掉了 你有意会到是自己喝酒的问题吗 你有在那个当下有想过要戒酒这件事情吗 在09年的金融风暴 业绩也开始在衰退的时候 我就警觉到我的这个酒的问题了 那我试图去戒酒 我到一个大医院去 大概去身心科 去看了两次 两次 每一次的疗程大概是一个月 但是那个药一不服用了以后 我就开始要找酒了 在服药当中是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压制下来 所以连续两次 我都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戒酒的工程 就刚才讲到是 美花姐在小组的时候 先生打电话来说 我辞职了 你那时候的反应 很开心 我就说来来来 我们大家来感谢主 我们就真的是大家一起低头祷告 说主啊 你真的成就了我们的祷告 我就真的 真的好开心 先生失业了 我好开心 好开心 真的很奇怪 好像一般人没有办法理解的 对 有了这位神 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 但你不开心 不开心 你失业你不开心 而且我那时候才发现到 自己有忧郁症 我在家里的时候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念头 就是想要了解 解自己 因为那时候觉得自己 好像一无四处了 我也不敢去见人 我在家里面也不敢打电话给人 也喝点酒 又喝酒 很难靠喝酒 这段时间又没有工作 但是我为了劳保的关系 我开始在找工作 防众的一个工作 也是业务性质 对 业务 从业务员开始干起 然后就是一个月后我去上班 有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很好玩的 就是我们分配打扫清洁 一大早我的负责是擦玻璃 那我们那个擦玻璃 那个很大片的大玻璃 我不敢面对外面 我擦玻璃的时候 不敢面对外面 我怕人家认出我 我就刻意的背对的外面擦玻璃 可能一面脏 一面擦不到 另外一面我就不擦了 对 然后我在擦玻璃的时候 我就都会听到我们的同事 有事情有状况的时候 会叫经理 有一天早上他讲 经理经理的时候 我突然猛要回头 要回忆 对 所以我觉得很尴尬 以前人家叫你经理 对 那我就觉得 所以你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是 心里头也觉得很心酸 会不会那个时候 对 我觉得很难过 很难过 对 很难过 然后你自己意会到说 都有犹豫症的状况 有去看医生吗 还是 我没有去看医生 但我也不敢跟太太说 也不好意思说 任何人我都不敢讲 但是我每天早上起来就是 就是有那个念头 晚上也睡不好 心悸 那时候还是 没关系 持续有邀请先生去教会 有 我没有间断 没有间断 因为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机会 不是讲吗 人的尽头 就是上帝的起头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有邀他去 那后来出现了什么转机 太太一直邀请教会 你后来愿意了吗 其实我刚开始是愿意 但是我不晓得怎么样去 我又怕没面子 我如果直接答应的话 就我会觉得自己好像 就在等待 她来邀我去教会一样 那其实 我一直到一个机会就是 她有跟我说她要请 请她的一个 我们教会 朱家祥医师来 为我上 木道课一对一的来家里 对 那我就说好吧 我就有个楼梯台阶下 然后又听到朱把也只讲她过去喝酒的一个状态 我就遇到同路人了 我觉得我们谈起来就蛮有 蛮契合的 你觉得她能够了解你 是 对 对 那个时候我酒就开始慢慢的减少了 慢慢的减少了 慢慢的减少了 对 慢慢减少了 她跟我提到这个时候 然后为我开始上 上木道课 有在那个时候 我买了第一本圣经 开始认真的想要借酒这件事情 非常像 但过程当中会还是很困难 很困难 没有错 就心里头总是会想着 是 公司聚餐 在我们的董事长家里面 在几个人一起聚餐 都是主管 哇 不知道怎么搞的 又开始大喝特喝 然后没有节制的喝 喝到十二点多 完全是不省人事 被两个男同事给抬回家里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的喝酒 那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什么 要了结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念头 只听到一个声音就是 如果你再喝下去 你的人生就结束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就是上帝在告诉我 你必须要彻底彻尾的 要把它戒除掉 然后我把这个事情 隔两天我要上装备课的时候 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 牧师师母 我也在那个 我们的作业课本 我们的装备作业当中 也提这个事情 他立刻的为我祷告 我们招牧师早上清晨起来 的为我们祷告 他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3月30号开始 日期记得好清楚 对 我非常清楚 因为我非常的 我非常的影响之大的 从3月30号开始 我完全完全的没有想到 想要喝酒了 心里头都不想 想都不想 心里头不想 但如果碰到有一些场合 小酌 还是不 我完全没有碰 就都完全没有碰 完全没有碰 一滴都没有碰 这也是突然之间 对 突然之间 我不知道力量这么大 我去医院接酒 接了两个疗程 都没有哭效 对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真的接完酒 耳亲慕名 每天都好喜乐 接完酒以后 我有一些 过去有的恩赐 都慢慢慢慢的回复了 像什么 比如说创作 画画 或者是木工 一些小创作的东西 慢慢慢慢的都回来了 所以在没有喝酒以前 其实本来就有的 对 在学生时代 喝酒喝的都已经忙掉 喝傻了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对太太的态度呢 就了解太太的 过去的用心良苦 在孩子上的一个 陪伴 关怀 我说真的是 就算我两个人 我也没办法去做她 做她的事情 那我真的很感谢她 那也看到孩子 过去跟我之间的 那个距离 我总是要求 都没有用心的 去关怀他们的需要 但是信主以后 完全的不一样 完全的翻转 我跟孩子间的关系 财务上呢 以前对太太 连财务都很不放心 是 我大概 在隔年 在教会隔年 就开始上和谐婚姻课程 张牧师邀请我们 那个成长 蛮非常的挑战 总共有大概十六周 我在当中 克服了这个财务 这个部分 我以前都是 这个薪资我都不让她知道 因为我有非常多的兴趣 玩飞机 轻航机 飞行伞等等 那我都要花费很大的 一点点都不让人家留下来 对对对对 就是非常自私的人 是 后来 我上完那个课程以后 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财都 都公布出来 然后我们的存者 都可以随时放在桌上 让他看查阅的 是 我不会再去隐瞒 一分一毫了 这真的差别很大喔 对你来说 每天睡在旁边枕边 有这么大的差别 差很多 那他对你的态度呢 现在很多事情可以沟通 可以沟通 以前是 我说了算 不要再说废话了 有一个更新营 在当中一个意志释放 他回到家了以后 他抱着我说 爸爸 我原谅你 过去对我的伤害 他也请我原谅他过去的 一个叛逆 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叛逆 那我感谢主 他居然做这么大的一个功在当中 真的 庄前中和曾美华 参与教会夫妻课程的学习 让他们的相处方式 有所调整 我看到他们就是会沟通 他们可能会借由祷告 去讲出他们心中 可能对彼此的不满 对 然后可能就是借由上帝 是一个 一个 一个 他们之间的桥梁吧 然后让他们彼此的关系 可能可以再好一点 破镜是可以重远的 原本看起来好像是 一对即将要离婚 而且家庭风崩离析的 可是现在我看到他们 孩子 媳妇 女儿 孙子 全家可以团聚在一起 那真的是一个人间的 很美丽的图画 然后他们不单自己蒙福 他们还去帮助别人 也使别人蒙福 所以现在他们的目趋势 他们的趋势在我们教会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带领很多很多人的信主 而戒酒后的庄前中 情绪逐渐平稳 也改善他和女儿疏离的情感 有些参加一些教会的活动 的时候会 神就会对我说话 那我就会 回来可能就是真的 算会觉得很恶心 可是我就会说 爸 我真的很爱你 可是你以前有一些事情 真的很伤害我 所以我觉得 你要跟我对不起 我就会直接这样讲 那其实他以前是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可能这样子讲 可是后来他信主之后 他就是可以去接受这样子的 也不算批评 可能就是先接受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他可以去 好 那我知道 我可能以前这样伤害你对不起 这个家庭在前中哥戒了酒 也进到教会 非常稳定的聚会生活之后 出现很大翻转 家庭的气氛越来越好 但没想到后来 还是碰到一个蛮大的打击 其实在女儿身上嘛 结果那时候 他们家也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的女婿发生了意外 以至于我们在过年期间 我们在罗马 我们接到消息的时候 她已经去世了 已经去世了 对 那时候 因为我们有惯性都会祷告 其实出国也一样有灵修 所以我在厕所刚出来 结果才出来一下子 电话就响了 结果是我的女儿 她的声音非常的凄惨 说她的先生走了 我问她走去哪里了 她说妈妈 她是去世了 对 女儿那时候结婚大概多久时间 那时候结婚应该差不多是有五年 快接近五年了 突然之间接到这个电话 真的一直之间很难反应 不知道怎么反应 对 我只希望说祷告 然后可以赶快回台湾 是 让我平安 能够比较平静的回来处理 是 当时跟女儿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 因为刚才有提到女儿 其实在国中是很叛逆的 对 后来呢 其实她后来到高雄是念大学 那她也大学毕业两年就结婚了 也很快 对 可是那时候我一直 我们夫妻 因为有这个信仰以后 我们坚决的希望孩子也能够 来认识这位耶稣 是 因此我们就是嫁 只要有嫁我们就去看她 去高雄看她 也去看他们夫妻 那后来他们其实也有受敬 也受敬了 对 但是在那个阶段聚会生活什么都算稳定吗 不稳定 其实还没有稳定性 对 而且我观察 他们的一些价值观有点错谬 所以我心生才会想说我不行 我应该去兼顾她 我们夫妻应该要有一个榜样 去兼顾她 对 可是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人手不能做 对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 对 所以女婿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 他们也有孩子吗 有孙子吗 对 孩子大概多大 老二是一岁半 老大也大概才四岁 四岁多一点 很少 很少 对 于是我们就把她接回花莲 那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度也指引过 或是问过神 有 常常哭求 神就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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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 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 她人就是一粒 她若是死了 结出子力了 就会结出子力来 我心中很平安 于是我爸带到教会 上帝说 教会不就是你的家吗 你不要害怕 就这样开始我们的教会 女儿在教会的生活 是 对 爸爸在这个阶段 看到孩子这样子 经历这么大的痛苦 也是很舍不得 是 非常舍不得 所以我就到处去寻找小组 让她能够有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小组 非常温馨 而且又可以跟孩子一起相处的小组 刚好我们有一个小组长训的同学 我们就安排到那个小组去了 她也的确非常快乐在那个小组 在那个当中学习 但是非常安全 非常安全 孩子有人陪吗 对 所以经历过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之后 女儿现在在教会状况 感谢主 昨天她还在 还在这个团 团练 因为她现在在敬拜团 是 对 负责那个keyboard的部分 事情 对 他小说流连钢琴 那把女儿接回到花莲之后 爸爸跟女儿之间的关系修复呢 前一段时间参加 我们幸福小组 完了以后有一个更新营 在当中一个医治释放 她回到家了以后 她抱着我说 爸爸我原谅你 过去对我的伤害 她也请我原谅她过去的一个叛逆 新少年时期的一个叛逆 真的我感谢主她居然做这么大的一个功在当中 真的啊 是 所以你们现在互动怎么样 无所不说 无所不开 好棒喔 是 那那两个小孙子呢 其实他们年纪真的太小了 对对 对于失去爸爸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第一时间 应该都还搞不清楚 老大知道 老大已经知道 四岁多已经知道了 对对对 所以我说 我觉得感谢有上帝 因此我常常会求问上帝 我要怎么教她 是 因为毕竟我的女儿已经这么大了 所以呢我常常会跟她说 爸爸的工作结束了 未来我们在天上还要见面 所以她都很开心说 婆婆那以后我们在天上 就可以看到爸爸了 我说对啊 她说婆婆 你以后也会在天堂了 我说对啊 所以我们常常会提爸爸 还是常常提 我常常提 就是让你知道 希望姐姐 借着姐姐知道爸爸 是怎么样对待她 以至于能够 能够口述 告诉这个弟弟 因为弟弟太小了 弟弟是真的有一点印象 他都没有印象 所以不只陪伴女儿 走过这一段伤痛 还包含那两个小孙子孙女 没错 他们现在都在儿童主日学 很快乐 一定会说 我要去主日学 对 所以看到家里头 现在这样的气氛跟变化 对你们来说感触很多 最后有没有一些话 跟我们观众朋友 来做点鼓励分享的 请问哥先好了 在人不能 在神无所不能 只要你信靠这位神 你过去所失去的 都会靠着神躲回来的 是 感谢座 那花姐呢 认识耶和华 真的是智慧的开端 以前我们都自以为是 自以为没有什么困难 可以打倒我们 可是当我们遇到 这样的苦难的时候 真的我希望很多人 不管在婚姻 在亲子 有受到这样 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景况的人 不要放弃 因为这个神 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 真的 来认识她吧 其实我觉得两位 今天听你们分享 整个过程当中所感受到 其实我觉得你们心里 真的好柔软 尤其美华姐 你虽然曾经 在婚姻的早期的阶段 很辛苦 可是你还是选择顺服 对 然后一有机会接受福音 进到教会 就也是顺服在那个里面 以至于有这么样的智慧 神给你的感动 魏先生做了很奇妙的祷告 可是先生一要改变 也是很快的那个心就柔软下来 就顺服在那个里面 对 真的就让你们家 变得一个很文夫的家庭 感谢神 谢谢两位为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我非常感谢 钱钟跟美华她们的分享 因为你知道吗 当人在分享她的见证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喜欢讲 神怎么样子帮助我们 让我们非常的顺利 我们不大喜欢分享 我们软弱的地方 但是事实来说 我们每一个人 几乎没有任何的例外 我们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 但是只是我们不愿意讲出来 其实别人也不知道 所以我为了这对夫妻来感谢主 她愿意在众人的面前 做这样的一个见证 因为听到说 在他们的故事里面呢 可能他们一开始是非常的美满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关键 他们不断的重复的在讲 就是酒精对他们 所带来的一个影响 亲爱的朋友们 我非常的诚恳的再一次的 跟各位来分享 有许多的人 有许多的人 其实是被酒精所捆绑着 这是我们不喜欢 不喜欢听 也不喜欢面对的事情 因为呢 我们觉得这是非常不光彩 甚至认为说 这没有什么大不了 喝一点酒而已 就为了社交 为了要应酬 我们喝一些酒 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但是在他们的分享见证里面呢 一个本来是一个 和乐的一个家庭 好的一个夫妻的关系 可是因为酒精的一个介入 你可能觉得说这个是 很多人都是讲同样的事情 但是你不晓得 这个影响实际有多么大 我们在过往的时候 我们在做很多的这个资商 其实在资商的过程里面 我们只要一了解 夫妻有一方是酗酒的时候 被酒精所捆绑的时候 其实你讲再多 做再多 他无能为力的 你很难想象 就是说你以为你是在喝酒 其实是酒在喝你 其实你以为你是可以控制酒 其实是酒在控制你 他生命最后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有点像是神给他最后的通牒 告诉他说 你再喝下去 你就会没命 你再喝下去 你再喝下去的话 没有人可以帮助你 当然你听过很多人的讲说 你要来信靠神 神可以帮助你 但是你容许牧师再次告诉你 我们真的是需要神 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些的捆绑 你看到说神一介入之后 酒精被挪去 这个家有极大的改变 无论是这个夫妻的关系 甚至他们跟孩子 女儿的关系 也跟着改变了 相信这样子的力量 也可以领到你们的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父我知道 有许多人他心里面是非常的绝望 认为是没有出路的 这个酒就是戒不掉 甚至他不认为酒是一个问题 亲爱的阿爸父 可能求主你借着圣灵帮助我们 无论现在看的 无论是在电视机 无论是在网络在看的 所以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见酒精这件事情 已经听到人家一次又一次的见证 它是一个真的是带来非常大的 一个杀伤力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认清这件事情 而且愿意来到主你的面前 来寻求主你的帮助 只有主你的介入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 从我们生命当中的捆绑 得着释放 主啊我们有许多家庭 需要主你的带领跟帮助 愿主你的话语 这样子的一个见证 今天可以进到 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们 愿上帝赐福于你 愿上帝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